上班时间忙着整理资料写专案计划 已经工作年资30年的Amy 开始做退休的生活规划 以及计划存有多少退休金 我如果真的退休了之后 我其实是会想要去开课 做一些手作教学 或者是到社区大学 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我其实没有想要跟着政府的 这个所谓的规定 然后就是一直做做到65岁 未来的退休生活不只要游山玩水 更想要充实自己 不过要存多少钱才够用 除了一般的老保老年金外 还得额外做理财 像我们公司福利很好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用股票信托的方式去购买 我离职之后或者是我退休之后 我大概三年我就可以去动用到 我原本在在职所存的这些股票 我可以把它卖掉 这对我来讲是一笔老保金 我的退休金 第二个的话是我现在的收入 我会做一部分的提拨去买基金 很多上班族都只知道 老保老年起父的退休情领 对于老退金并不清楚 也容易混为一谈 但其实老退心志属于个人专户 还能有机会分红 至少有二三十%的员工 对他们会愿意去做自体 因为我们也会说 那个年度要缴所得税的时候 大家缴很痛的时候 其实你还有一个减免的方式 你可以透过老退自体的方式 帮自己少缴一些所得税 的确年轻的员工可能对这一段 因为他觉得他月收入可能还没有到 他可以支配的所得的时候 其实的确年轻的员工 在提拨的部分会比较少一点 以公司内部的自体比例大约两成 尤其对于新京的年轻上班族 自体的意愿并不高 不过人资专家建议 收入分配若是有余裕 就可以提拨部分薪资 当作存款理财 根据老保局公告 2023年新智劳退基金 大赚大约4785亿6326万元 创下历史新高 收益率达到12.6% 也代表劳工能够分红 而且分红超过一成 也创下新高 在3月收益分配完成后 劳工可以透过劳保局 一化服务系统 或是劳动保障卡委托的五大银行 以及邮政金融卡查询金额 我要申请一个劳动保障卡 就是好像我们那个邮局的信用卡 金融卡一样 他就免费给你一张 你拿着这个掌 你每个月薪水发新日 你就拿这个卡去刷ATM 刷出来 它里面就是你的劳工 个人退休账户 工可以自己提拨 薪水的1%到6% 你自己选 可是呢 那个根据劳保局的统计 那个有去自提的劳工 占比大概就一成多 不到两成 而且去自提的劳工 大部分都是薪水比较高的 那一个族群 2023年参与收益分配的 退休金个人专户 大约有1272万户 超过半数劳工分配金额 超过2万元 大约是641万户 占50.4% 其中超过5万元 有319万户 占了25.1% 劳退从旧制改为新制后 尽管退休金的金额比较少 但能确保人人都领得到 2005年以前是旧制 那为什么要改新制 讲白话就是 很多那个老板 那个就把你的退休金的钱 就挪用了 导致劳工领不到退休金 如果一样25年年支 新制领的退休金 会比旧制的钱 大概会少2 30万 新制退休金 学理上叫确定提拨制 提拨 谁提拨 老板 老板 他规定老板一定要提拨 但是提拨的钱比较少 为什么比较少 因为他要确保 这个新制退休金的财务 不会倒 劳退 劳保 还有国民年金 三大退休金的 请领资格和方式 民众也得分清楚 以免丧失自身权益 TVBS新闻 于兴汉 刘一军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领资格和方式 请领资格和方式